大家好,欢迎来到柬埔生活 这两天天气升温,雪都化了 看到我们家那一个位置 化的雪气在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小水泡 地势高的地方,草地已经都露出来了 塑料大棚里也出现了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我们建塑料大棚的湿屋的地方 这是我们目前发现的第一个湿屋的地方 大棚里面发水了 大棚外面化的雪水 从大棚下面这个板子的这个缝的位置都渗了进来 这样呢,就使大棚里面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就发水了 那为什么说这是我们的失误呢 因为在建大棚里面的instruction 就说建大棚之前要把这个地平 那我们家的这个地呢,就不平 如果你要看远处呢 那一侧就没有发水 因为那边地势比较高 我们家这个地呢,属于坡地 从那边往这边坡 如果你看我们家的这个baseboard 这个大棚的baseboard呢,是水平的 我们用水平一侧的水平的 那一看这一侧呢 baseboard就是已经露在地面上了 那这一侧呢,就是在地面下 所以这一侧就没有发水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家现在大棚大概有 一大半的位置是在 是没有发水的 那一小半的位置呢 就出现了发水的情况 我们家的火鸡很可爱 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所以建大棚的时候呢,首先要选地点 这个地势呢,应该选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因为大棚面积很大 它上面积的雪啊 或者是夏天下的雨水 是很...很多的水主会下到大棚的这个两侧 如果大棚的地势低呢 这个水就会流到大棚里边去 这就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 所以... 当时我们并不以为然 不知道会有... 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个后果 所以我们省略了这个平地的这一步 建大棚之前没有把地水平 还有就是要选择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也会好得多 这是我们的失误 那现在呢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是往里填土或加一些爆花 但是这个量也是确实是很大 往上填的话 分享... 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失败 如果你建大棚的时候 要避免这个问题 好,谢谢大家观看 愿上帝赐福予利 我们下次见